好,所以这是我目前完全的事情 我们说我们交给大家blending blending做的事情是什么 如果你已经透过某些方法得到小G 然后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把它合起来 我们说你可以让大家这个 这个做非常公平的投票动作 这是uniform blending 你可以制造一点不公平性 那但是你要怎么决定每个人要几票 你可以透过linear blending来做 然后那你要说 我如果要用比较更复杂的 在不同的条件下 我要给不同的人不同的票数的话 那你可以用stacking来做 这是blending的部分 在更多的时候 你会想象你会问一个问题说 这些小G到底是怎么来的 或者我可不可以一边学到这些小G 一边决定我要怎么把它合起来 好,所以之前我们是想象 我们已经先做出一堆小G 然后要把它合起来 现在是说我能不能一边学小G 一边把它合起来 那这是我们接下来会开始跟大家探讨的课题 好,那所以我们就先来想 我们怎么得到这些小G的 我们怎么得到不一样的小G 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说 aggregation什么时候会做得好 就是你要不一样的小G 什么时候你可以得到不一样的小G 你说啊,好吧 那我们来想想 如果我今天从不一样的模型出来 我也许就可以得到不一样的小G 就像我们之前在selection的时候做的事情 我已经有一堆的模型 每个模型各自告诉我 它的第一名是谁 它最想要小G是谁 然后不同的模型会给我不一样的小G 那又或者什么 同一个模型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参数 这些不同的参数可能会给我不同的结果 也许是SVM不同的γ 或SVM不同的C 或者你就gradient descent 不同的ETA 它会给你不同的结果 那么这些不同的结果可能代表 不太一样的小G 又或者什么 如果你演算本来就有randonness在 像我们之前讲的PLA 或者是Pocket 不一样的起始点 或不一样的randon seed 它可能就给你不一样的结果 那么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用它来产生不一样的小G 又或者如果今天是你的资料有一些randonness呢 例如说你演做cross validation 你把资料切开 所以每一份资料不一定一样 每一份资料 每若干份资料 会给你一个G小V减 那这些G小V可能不完全一样 你也可以拿它来 想办法把这些不一样的小G合起来 这些是一些可能性 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探讨可能性是什么 我们能不能拿同一份资料来 但是我不想要用小G减 不想要像cross validation那样 只能得到一些 这个这个比较刺激的这些小G 我能拿同一份资料来 但是用同一份资料制造很多不一样的小G出来 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重新看看我们之前推导的一个理论的结果 说Bias Virus 我的演算法表现可以拆开成Bias跟Virus 这个结果对我们实物上有什么重要性呢 记不记得我们说它的概念就是大家的共识 比起直接把演算法直接套在资料上 拿到一个小G要来的好 大家的共识比单一的小G要来的好 但是之前我们在推导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件事情是 我们每一次我们要一堆新鲜的不一样的资料出来 可是我们现在明明就只有一堆已经确定的资料在手上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所以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好在上面那个式子里面 我们想要那个小G的平均 小G上面有一横的那个 但是我们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首先它要无限多个小G的平均 我们又没有无限多个 再来每一个小G要一笔新鲜的资料产生 我们又没有新鲜资料 我们就只有一堆资料在手上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要做两个妥协 第一个是我们不要用无限多种 我们用有限多但是很大的大T来代替 第二个则是我们要想办法 由手上我们已经有的N笔资料 去想办法伸出长得像新鲜的资料的 长得像有一些不一样的资料 不是只有依赖 手上的那一份资料 好那怎么做 在统计学上有一个工具 叫做boostrapping boostrapping有人翻译成拔学法 这是一个比较直译的方法 实际上它要做的事情 就是从你手上已经拿到的 有限的资料里面 去模拟这个不一样的资料 所以同样一份资料 但是你把它产生一些不同的副本 来模拟不一样的资料 怎么做呢 它的概念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重新的从我手上的资料里面去取N笔 但是取N笔的时候 你说手上N笔 你在取N笔 那你取到不是一样 不是不是不是 好 你取N笔的时候 你是每一次抓一笔出来 好 记录下来说 我抓了第三笔出来 再放回去 再抓一笔出来 记录一下 我这次取了第五笔 再放回去 再抓一笔出来 再记录一下 我这次取到第三笔 再放回去 从刚才解释里面 你会发现 因为我有放回去的那个动作 所以同一笔资料 可能会被抓出来若干次 那当然也有可能 有其他的资料会没有被选到 所以这叫做 sampling with replacement 也就是说 有放回去的这种 每一次我都从 我原来的N笔资料里面 随机平均的取一笔出来 取完以后 记录下来放回去 再做同样的事情 这样做N次以后 我得到的资料 在统计学上 叫做一个boostrap sample 我用小dt Tilta OK 一样上面加上一个Tilta 代表说 他跟我想象小TT很接近 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好 那当然你说 那我一定是不是一定要取N笔 实际上 你如果 这个想要的话 你也可以任意的看 你想要取GP就取GP 说明有一个NPROB 不见得是N笔 实物上 你有时候不见得说 我有一万笔资料 我就取一万笔 你说一万笔资料 我取3000笔够了 那你的NPROB 可能就是3000 不重要的是这个过程 就是抽出来 记录下来放回去的那个过程 这个东西通常叫做boostrap 好 那我们之前在 本来在这个所谓Virtual 这个抽象的aggregation 虚拟的aggregation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每一次找一个新的小dt 然后得到小gt 然后把它做这个平均的动作 那现在怎么样 这个boostrap aggregation的动作 就变成是我们实物上 可以做到的事情 它是一个physical 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最后还是做一个平均的动作 那做一个平均的动作之后 我每一轮取出来 不是小dt 不是一堆新的 新讨来的资料 而是从我手上的资料 伸出来的一个副本 伸出来一个副本之后 我根据这个副本 得到我的小gt 然后做平均的动作 所以只是模拟那个 我们想象中的过程而已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新方法 boostrap aggregation 一般我们给它有个昵称 叫做begging 好像你把这些小gt 做一个打包的动作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演算法 你底下有任何你想要的algorithm A 你通通都可以用 那所以这样子 建筑在其他演算法上面的演算法 我们应该叫做一个 meta algorithm 然后呢 那它底下的那个演算法 我们通常就把它叫做 base algorithm 就是它的基本 其实是begging这样的方法 它透过boostrap的机制 来伸出一堆不一样的小gt 然后把它用uniform的投票 合起来 好 那这样的方法有没有作用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这是我用pocket这样的演算法 做出来的 我们看到pocket pocket这个演算法 你如果给它不同的资料的时候 它可能会给你很不一样的线 所以我们做了一件事情说 我们用25条pocket演算法 伸出来的线 所以这是上面这些灰色的部分 你看到有的线是长得比较像横的 有的线长得比较像这样斜的 这些线怎么产生出来的 我把原来的资料 做boostrap的动作 再丢到pocket演算法里面 那每个pocket演算法 我让它跑1000轮 所以你看到 boostrap这个动作造成了 我在pocket里面得到非常不一样的线 不过如果把这些线合起来以后呢 我就得到黑色的那个边界 黑色的那个边界 不是一个线性的边界 然后看起来 可以把圈圈跟叉叉分的还OK 也许不算是非常好 但是可能比单一的pocket 得到的percentrum要来的好 好 所以这是begging的效果 原来的pocket没有表现的太好 可能它只是线性的 有一些缺陷 但是透过begging的过程 你得到一个还OK的 这个圈圈跟叉叉的边界 好 那这边要告诉大家讯息 就是因为begging是透过一个boostrap 这是一个随机的过程所产生的 所以如果你的演算法 对于这个rendoness 有一点点敏感 越敏感这样的演算法 就会给你越不一样的小区 那么把这些不一样小区合起来 就有可能会有好处 好 所以讲到这边 再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练习说 我们在boostrap的过程里面 如果我们原来n笔资料 n笔不一样的资料 然后我们取n个的话 到底有多少的几率 我们会得到跟原来 原来的大D里面一模一样的资料 好 那大家想一想之后 我希望大家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是3 因为在boostrap的过程 我们有n的n次方种 这个情形会产生 那里面有n的阶层种 会是原来资料的排列组合 所以3应该是一个很容易得到的答案 好 所以讲到这边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blending跟bagging的方法 我们说他们都属于aggregation 这个大家族 这个大家族里面 要把一堆的小G合起来变成一个大G 那可能是变成一个更强的大G 也可能是变成一个更中庸的大G 那我们介绍的最基本的方法 就是大家都这个一人一票 一票一吃这样的方式 那等还是需要 这民主的社会里 大家要有不同的意见 才能得到好的结果 那我们也介绍了更进阶的blending的方式 说我今天如果要做linear 或者是nonlinear的事情的话 其实只要做一个two level的learning 我就可以做得到了 最后我们介绍了说 怎么透过bagging 怎么透过boostrate的技巧 得到不一样的hypothesis 然后再把它们合起来 这是我们这一讲 开始讲的aggregation入门的部分 那在下一讲 我们要开始讲到说 我们能不能比bagging 得到更不一样的hypothesis 然后得到更不一样的hypothesis 会不会我们的大G能够做得更好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下次回来 谢谢 感谢 感谢